就是因為現在台中 再新增兩例 包括了足跡這一位都是在大理 好像他沒有南北旅遊史 他都是在台中大理 那他到底有沒有其他的足跡呢 他一開始說 他什麼五天在自助餐 然後六天吃永和豆漿 然後甚至呢 還有遇到這個會考的考生 不過現在呢 疑似他的足跡有造假 這目前相關單位也都是還要在查 那麼剛才有說 台中今天新增兩例的確診 市府下午公佈了相關足跡時 有人謊稱自己的足跡 企圖要製造恐慌 再把時間交給景臣 好 主播台中呢 今天是新增了兩期案例 一例呢就是小六的女童案 那另一例呢 是新增的大理案例 那這一期大理案例呢 據傳他是一名食品的公司的員工 那他在這近期呢 是有南北旅遊史 那因此在16號的時候確診 那目前呢 市府已經匡列了他的足跡 來進行消毒 那除此之外呢 剛剛呢 市府是有強調 今天呢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案1591的那名68歲的大理的男子 他疑似是有隱密疫調的情況 我們先來聽一段 市府怎麼說 沒有什麼情有可原 就是重罰 所以我們罰30萬元 他不肯跟我們講就是怕這個便當店被我們匡列被關門 我們可以聽到呢 市府對這名男子呢重罰30萬元 就是因為呢 他在疫調的過程中 疫調不實 其中呢 他表示他的足跡是有到北屯的景賢公園跟佛龍宮的部分 是一度引發了東山國中的恐慌 那最後呢 是發現原來他在這段時間 他其實是到北屯的一間便當店來工作 那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為了要保護這間便當店 他才故意了來隱密這個疫調的狀況 那警方呢 是調查了監視器才發現呢 他其實是到便當店工作 根本就沒有去這兩個地方 那目前呢 市府也匡列了這個便當店的人 那也進行消毒 那但是呢 因為這名男子呢 他在便當店是進行外送員的工作 那所以他在外送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有接觸到其他人 也才持續的狂烈當中 那以上是我們掌握最新情形 向神鏡頭交換給朋友內 好的確讓人非常的人心惶惶 因為台中市今天新增兩起本土的病例 台中市府稍早公佈的確診案1886足跡 相關的足跡都已經在進行大消毒了 透過畫面 您可以很清楚看到 消毒人員正在呢 好這個逐階的來消毒 一戶一戶的在大消毒 而其中還包括了案1886 曾經前往的小夜早餐屋 永和豆漿 食品廠 日本料理店 水電材料行 14號跟15號 還曾經在台北市跟雲林縣活動 目前台中市政府也提醒了 曾經出入過剛才以上念過的 相關的民眾都要特別注意 自我的健康監測 那麼來看看今天新的政策 好其實呢 自主健康管理者 如果您有被通報的話 您有被通知的話 目前健保卡是有被註記的 這個是今天新增的 另外在5月19號開始也是 5月19號一路到6月18號為期 一個月的時間 沒有本國居留症或是非本國籍的民眾 都是禁止入境的 同時旅客也不可以在台灣轉機 這是今天的最新的消息 那麼我們還要來關心的就是苗栗 因為苗栗呢也出現了這個 首位的確診個案了 好苗栗現在出現了第一例的確診個案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案2001 這個字是稍微小了一點點 他曾經去過的是板橋 然後還又到了桃園的金沙酒店 厚龍的餐廳 好也有他的足跡 甚至他還跑去谷關爬山 爬完山之後 他到了這個金谷餐廳去用餐去吃飯 所以這幾天如果從5月11號12號 好這幾天如果您有到剛才講述過的這些地點 身體有出現不舒服的狀況的話 都要注意一下自我健康管理了 而目前其實他還在疫調當中 那麼為何會確診 是因為他表示身體有點怪怪的不舒服 目前呢是前往醫院自費篩檢 後來被驗出呈現陽性 這個個案大概是在星期四的時候 身體有覺得不是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剛好碰到方家就沒有特別的到哪裡去就醫 那禮拜天的時候呢 後來就到我們的新竹中國副醫去做檢測 自我篩檢 自費篩檢 那我們是在昨天晚上 就是禮拜天的晚上 接獲新竹縣衛生局通報我們 我們苗栗縣 有這樣一個48歲男性 那在中國檢測的報告呢 他的CT值呢是18到20 所以這個案子就通報進來 那目前呢今天呢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公告 他是屬於案號2011 那有關於這個個案呢 他相關的接觸者跟他們的主機呢 我們已經都逐步的在做一些 調查 那他的相關的接觸者 我們也都一一的 在今天目前已經都通知 也在做採檢當中 也安排他們做那個居家隔離 那相關的主機公告了之後 我想請相親呢 就是留意 如果你曾經到過這些主機的話呢 那也請加強了自己的自我健康管理 那後續呢也關注呢 我們有關於這個個案的主機 是不是有更新的一些訊息 在感染源的部分 我想以這個個案來講 其實目前我們整個疫調 還看不出他有特別 根據哪一個感染源而得到 所以也就是說 他的感染源現在目前原因是不明的 我們還陸續在調查當中 他家屬目前了解的 目前他家屬我們匡列的 總共是有九位 那這九位呢 目前是做一個居家隔離 那身體上面呢 目前是還沒有什麼特殊的 就是不適的狀況 在發生的方式 但是有些人會想要去 尤其所詞 並且更加上了 在發生的方式 那裡 是不明的 我和你還要去 都會封起來 知道 那裡 有些人